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股市气象台 来跟大家拜个年 也祝大家扬年能够洋洋得利 万事如意 能够平安都健康 好 台股封关了 也就是马年 我们所称甲午年 马年的台股封关了 那我相信回顾过去一整年 台股是一个非常刺激的 说实话 台股一整年是涨了1000点 涨了1000点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中间是蛮刺激的 变化很大 因为去年一整年涨上去 又打下来又涨上去 我俗称这叫马年 马年的行情涨这样 我俗称叫马师前提 你没有发现它不是一路涨了 它打了一个1000点下来 让很多人套牢 我俗称这叫马师前提 前提断了之后用后腿 最后马年封关 最后马尾 勉强收在9500 好那马年是一个叫做马师前提的情况之下 其实很多人是套牢的 好我请大家注意 马年过去了 马年的行情都过去了 收在9500 那要迎接的是阳年 阳年到底它的行情 会不会很多人说会上万点之类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我特别要写 9500是高还是低 你要先认清楚事实 这个过年期间 虽然很多人喜欢听好听的 但是很多的事实是 我们要播报 我们讲说什么 分析股市是要客观的 这个行情到底是在高档还低档 你真的要先认清事实 不是失去理智 因为往往投资朋友失去理智 你想想看 每一次的9800 9500万点的时候 很多人为什么会住高档套房 就是因为很容易失去理智 我跟大家讲 其实这台股20年 它就在一个大箱形里面 这是20年的台股走势 它就在这个大箱形里面 这一根K线都是一年的K 所以这叫年线 年K线 年K线 你看喔 1993到现在为止 你看1993涨了7年之后跌下来 它都 然后再从2000年涨上去 涨到2008再跌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台股的range 就是在9400跟4400 4400之下超跌 9400之上是超涨 所以呢 如果 如果来到这下面 当然是要买 但是来到这上面 干嘛 要买 好 那台股封关了 收9500 请教大家 9400之上是高点还是低档 高档还是低档 不能睁眼说瞎话嘛 当然是高档嘛 那我请教大家 这里的上涨机会有多大 那下跌的机会 那下跌的机会 几率会不会大 好 你看清楚了 就算 开红盘 涨到9600又如何 因为 这里 历史的记录 20年这里都是一个高档位置 那 通常你仔细看 一个多空的一个循环 通常是8年 在股市场中操作 你一定要很记得每一次的一个循环 它是怎么走的 记取中间的教训 你才能从中学习 记取教训 才能学习 让自己成长 懂意思吗 所以每一次的循环都是8年 这一波涨了7年之后 1年跌完 这个也是涨了6、7年之后 跌了1、2年 好 这次涨了几年 1年、2年、3年、4年、5年 6年 进入第7年 台股涨了6年 这里要进去买股票 我认为基本上是一个不治的决定 是不治的选择 好 那请听好 为什么 涨了6年循环之后 都会有一个下跌 而且时间非常快 是一整年就可能把这5年跌完 很快每次的空头下跌都是一整年 一年就跌掉了 一年就跌掉了 那这一次如果来一年就跌掉的话 我请教大家 在年头你去买股票 结果如果出现这一个 一下跌可能就跌到 跌到稀里花剌的话 你觉得买股票的胜算几率高吗 好 过年期间 大家可能在过年期间 那到底明年 什么理由 会让台股做一个下跌呢 你要记得这一次吧 这一次为什么会下跌 金融海啸 这一次呢 千禧年 网路泡沫 都一定有事件让股市一个下跌 是很快的跌一年就把它跌完 那基本上你要注意 明年应该过开放盘后 你要注意有些细节 好 来我们来看美股 我认为美股 这里有一个问题存在 这是道琼的年限 这每一根K线都是年 你仔细看 它最近涨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 涨了六年六年创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在历史高档位置上面 但是有一个重点 量价背离 如果你是一个技术分析 学得很精的人 你看到量价背离 你绝对不会在这里冒然的说 美股还会上涨 而是提高 随时提高风险 为什么 因为每次的量价背离会怎么样 就是跌 就是跌 所以呢 好了 涨了六年了 来一个跌 你可能就受不了 来一个跌啊 随便都是两成三成 这是美股的部分 那我们台股跟Nestate 有息息相关 因为台股里面很多都是电子股 你看哦 涨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 六年过程然后量也是缩的 量也是缩的 上一次 涨了一二三四五年 也是量价背离之后 哇一个黑棒 这一个黑棒你可能就受不了 这一个跌啊 可能大家就会受不了 那这一次又来 那这一次的黑棒可能不亚于这根黑棒 好 我把很多的事情告诉大家 所以呢 基本上 马年马思前提之后 我基本上我认为 我不会叫大家赶快去买股票 而是你要开始 反向思考 向下操作的一个思考逻辑 让你在过年上想清楚 因为 洋年啊 在农历年叫做乙卫年啊 这一个乙卫年 好 封关在9500 好 9500你要提防 马年是马思前提之后 接下来 接下来洋年会是一个洋路湖口 会跌到哪里 初步在这里 初步在这里啦 当然还有更低 初步在这里的时候 我讲的 美国股市回檔至少两成以上的话 台股呢 从这个地方 也回檔至少两成的话 那会跌到哪里 那很多的股票可能要 你就要小心了 你就要小心了 好 那我们在 封关前 马年的 马尾的部分 时候 会靠一档股票 拉台指数 让台股收到9500 它叫什么 它叫台积电 台积电在封关前 就已经开始出现三个跳空 就往上激励往上拉 让台股收在9500 好 那 其实台股 台积电来到的这个位置上 其实你知道吗 台积电长了六年 长了六年 来到的这个 这个位置上面 它不是低档喔 它不是低档喔 那你注意看 在高档出现三个跳空缺口 如果你知道技术分析里面 告诉你的一些重点的话 你对台积电的这三个缺口 你是非常谨慎的 缺口理论 如果在高档出现了三个跳空缺口 它就是具备了反转 也就是说反转之后 尤其是全资股 留下的缺口都会来回补 所以如果往下的缺口 未来也会回补 那往上的缺口也会来 都一一回补 那台积电这三个缺口 未来都会再回补 重点来了 但是它的RSI技术指标 它在过高的过程当中 RSI一路的是没有创高 形成背离喔 2月11号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了 好 封关当日 它又创了波段新高 但是RSI还是没有过高 还是没有赶紧的及时往上 甚至出现量价背离 好 这三个缺口 你注意未来都会回补 来 我们来看这个 它礼拜五收了这根 这根十字线 它又出现了什么 空投新型十字 这里已经出现一次了 出现第二次 再加上三个跳空缺口 你注意年后 你注意年后 加上量价背离 指标背离 这些都是一个反转 即将反转的讯号 再从它封关的60分钟线 我说如果你要化解这个背离 你一定要补量 你一定要补量 那礼拜五还是没补量 而且已经即将交叉向下了 收敛了 如果开弘盘 你再不补量的话 台积电再不补量的话 小心 小心什么 6年来台积电的涨势正式结束 那如果台积电 我们封关的时候 马年马尾的时候 是靠台积电拉 把大盘拉上9500的话 那台积电六年的多头 结束的时候 要往下的时候 那台股会怎么样 当然会做一个修正嘛 懂意思吗 那既然会修正的话 我还是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洋年会 你要提防洋路湖口 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像的说 这么单纯 这么简单说 大家期望上万点 上万点好事啦 但是有这个实力吗 人家为什么美股能够创新高 是因为他们印钞票 是他们印钞票 好 那我们台股呢 我们台股的经济 说实话 并没有 并没有那么好 懂意思吗 好 那相对的 在去年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买错股票 其实是没有赚到钱的 所以 虽然是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要提醒你 如果你去年没有赚到钱 甚至是因为马斯前提 套牢在9500的话 它没有办法让你回本 你看 就像你买到LED 一整年 没有赚钱 甚至还赔钱 在等解套 LED的龙达也是一样 等解套 跌下来就在等解套 还有 去年比较夯的是什么 如果你跟大家一样去买什么 F股 好 F股有一阵子很流行 结果大家进去嘴 结果呢 也是在等解套 套在这里 现在上来 还是在等解套 所以买股票 基本上去年 如果你发生这个状况 你买在这个位置上 一路还在等解套的人 那你买股票 那你买股票 那我提醒你 你要紧张一下了 我提醒你 你真的要紧张一下 在今年洋年的时候 甚至是有一些股票 大跌 几乎快腰斩 如果是持有这样的股票的人 基本上你更要担心 如果融资多杀多 再出来怎么办 像这个 F帽连也一样啊 之前很夯啊 很多人说 那个Tesla概念股 均去买 结果 所以去年的操作来讲的话 很多人是可能 我认为基本上 很多人是没有赚到钱的 甚至还在等解套 好 去年 去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就 把去年的旺季 而是你要用 全新的观念 来去面对 接下来在扬年的 这个操作 我说到了 我刚这个测票 你真的要思考清楚 高档 买股票的风险大不大 那高档 买股票的 是不是下跌的机会 比较大呢 如果是大的话 你买股票 你试着进来赔钱的 如果你换个观念 是怎么样 你去放工股票 我说到了 多空的循环 cycle 涨六年 一年就跌掉 它速度非常快 所以它也是一个 你赚钱的机会 你买股票 可能慢慢等 慢慢等六年 可能才涨了五成 但是呢 有一个机会是 下跌的时候 一年就让你赚到五成 那个机会就是在空头市场 也就是在洋年这个时候 如果你想要把握住 赚 在洋年赚 先赚50%这样的利润的话 下个阶段我告诉你 有五个五星 有五星上将 你可以把握住这个机会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帝潭山水 在门外天天上映 新店捡运在身边来回穿梭 澳洲PTW国际团队将游艇变建筑 帝潭水岸 帝潭水岸 捷运景观宅 10800-555-808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洋洋得意过好年 财云广进满荷包 固德投顾敬祝大家 洋年行运大转涨停 新春不打烊 红盘三连标 就付基本费 标股带回家 八大财专线 0800-555-808 0800-555-808 秦千月 太太啊 暂停一下 你刚才不是才去过 阿嫂不知道有人介绍 他设到有准备粉 是水的 就那啊 故意是中的阿娘介绍的啊 大哥 來路不明的烟很多是走私的 运送过程中 可能浸泡到海水品质会变差 没有检验的烟 澆油泥骨丁都很有可能超量 而且还淘落烟酒税 以及健康福利捐 三连一 猪健康不需买吃烟烟 大过年的时间 很多的投资朋友 可以比较有时间 坐下来好好的休息一下 因为忙了一整年 不管你是不是在股市当中 也忙了一整年 是瞎忙了还是真的赚到钱 不管你真的有时间坐下来好好思考 思考一下明年的行情 到底是不是市场90%的人 认为要往上涨呢 但是我认为基本上 这个行情来到了相对高档位置上的时候 你不是再去拼命的看好股票 看好股市 你要相对的你知道 上档的空间有限了 反而是下跌的空间 非常机会非常大的时候 那你应该去反向思考 好 相对的什么原因呢 美股会不会是接下来 拖累大盘往下重挫的原因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 很多的讯息 很多的量价背离 它都是叫做 即将回倒的前兆 那我们说到的 你把技术分析学好的话 你很清楚知道 怎么做 这就是我的拳王理论 量价关系 当量价背离到末端一段时间的时候 它不会永远量价背离的 它涨上来一定要滚量 涨一定要带量 才会滚量一直往上攻 但是呢到末端 就算它涨一直拖一直拖 拖到末端最后 一定会开始出现什么 往下进入这个修正的阶段 这个修正阶段的话 它就会走很长的一段时间 好 意思是带量杀 带量杀 带量杀 所以我基本上我认为 在今年的洋年行情 你要注意 如果是往下跌的话 你该怎么做 你怎么去操作 我们讲说 现在有一个新的观念 就是说放空操作 股市不是只有买 去年我办影响会 几乎爆满 厂涨爆满 是因为 来一拜的人几乎 应该讲几乎全部的人 都可以接受放空 那听到我这样讲 他希望能够从 我的一个演讲里面 得到一些 对他们放空资讯 有帮助的一个言论 好 那相对的 要透过什么方式 你才能在接下来 在洋年里面赚大钱 有 你要把这些学好 我现在给你看的都是功夫 你要把这一些学好 再来 你要把这一些都学好 这里面看起来很简单 他居然 他却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门功课 也是学分 好 那洋年该怎么赚 如果你洋年想要赚大钱的 不管你马年有没有赚大钱或赔钱的 这个都过去了 而是洋年你要赚大钱的人 来我教你一个方式 你听好 我完全透过什么 技术分析 我们说会大跌 那简称叫什么 财富重分配 股市大跌一定是有人赔钱 钱被人家赚走了 他就叫财富重分配 那你怎么去把这个财富重分配的钱赚起来呢 尤其是在90%的人 乐观看待行情的时候 那10%的人才会是赢家 有 我给大家看一个 我现在要推荐大家一个东西 一个方法非常好 尤其是这个 这个形态出来的时候 你找这样的股票绝对会大赚钱 它叫什么 头肩顶形态 你看 为什么叫头肩顶 头肩顶就是有一个左肩 头部 右肩跟人一样 有一个头 左边的肩膀 右边的肩膀 那当出现这个形态的时候 它代表一件事 为什么会在这晃 就是有人在这里做 高档做震荡出货 把筹码 也就是说 不管是大股东 主力 大股把筹码抛给了一般散户或法人也好 它才会在这里不断的震荡 当这个头肩顶形态 你只要看到这个头肩顶形态 你真的 它是你赚钱的机会 那也是你持有这样的股票的一个逃命反转的一个最后机会 尤其在这个右肩 这个右肩位置是你最后把握的一个机会 那头肩顶形态有一个特色 头部 左肩头部 右肩之后 它的量会缩 重点是它会怎么跌 如果这条颈线 它上面 多少 它下面就会跌多少 所以呢 这种形态出现的时候 它是你一个赚钱的机会 我去年的代表作 有一档股票 它叫美率 它就是这种形态 有没有看到 头肩顶形态 结果呢 擺盪 从这里 从这里涨到这里 它就会从这里跌到这 有没有来 有 所以最好空点在这 你空着的还太早 这里才是最好的空点 那你就要去找寻喔 如果你想赚大钱的 你要找寻这种股票 有 我帮它整理好了 我车边有写 我今天会送大家一份礼物 就是这个五星上将 过年期间 大放送 我们不用什么说 你要加入会 不用 这张我送给你 这张我升五星上将 为什么我会空它 从技术面可以看出 它今年的业绩会衰退 这里面有很多 这五档股票里面的特色 有的是 本益比很高 可能是主力炒上去的 再做一个大头部 根本跟它的计算是不符合的 有人才赚几块钱 本益比四五十倍 那是不可能的 那我举例 我就以这一档第一档为例 我们刚刚说到了 你要去赚大钱 你今年想要赚大钱 你就要找这种 头肩顶形态的 第一档股票就是这种 来你看 头肩顶 好 它刚好在右肩这里 好你仔细看 它这里 涨到这里可以65块 从这里摆档等幅 它这里就会从这里跌到65 它现在在这里 如果从这里计算 我们年后开始布局的话 我希望它拉越高越好 为什么 你拉越高越好 从这里到这里至少 一百块的价差 一百块是什么 一张就是十万块 你还记得吗 如果当时美率 这里我叫你空 如果你真的空到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赚这段 等幅距离真的有跌到这啊 如果有像当时这种 头肩顶形态的股票 明年会这样下跌的话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把握机会 所以赚钱不是用嘴巴讲讲 要务实一点 也就是说 赚钱真的要主动出击 好 那我帮它整理出来了 这五档里面 我基本上认为 这五档是 你要赚大集成的人 你真的要来索取这份资料 好 第二档来 也是一样 头肩顶形态 它弹得越高 不然你会弹得越高 它这里的幅度也是85块 第一档第二档至少 第一档就一百块 意思说一张 你只要空一张就是十万块 就会有十万块的差价 那一张十万块 两张二十万 三张五张五十万 那如果你能够在 今年上半年 不要讲 好了 就在年底之前把那个 十万块 一张十万块 赚起来 五张五十万 你是不是帮自己赚的年终奖金 不用失望老板会给你多少 自己赚积极一点 好 再来 第三档 五星上降第三档 我认为这档太夸张了 这档非常夸张 这档特定能炒成这样 我用头肩顶形态 头部形态 等幅在这里 这个啊 肉更大 有140 我将近15万的差价 它拉越高 而有45万差价 一张可以赚15万 你一张赚15万 你武装赚75万 你可以买一台国产车了 所以你想赚大钱 你真的要主动出击 来 第四档 这个也很夸张 头部形态这么大 仅限在这 从这里到这里 48%喔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100万 它下跌跌48 但是农券只有9成 你可以赚超过50%的话 也就是100万进去的投资报酬率 你可以赚50万的话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 我免费送给你 这些 这一个资料 我免费送给你 第五档 也一样 刚跌破 季限 这里到这里 它会回撤这条紧线 因为刚跌破 趋势已经转空了 已经进行阻跌断了 这时候呢 它至少56% 一样 100万 你可以赚50万 你要不要 来 这个资料 我今天免费 让人家来索取 只是那个买 空点跟回补点 你可能需要我的指导 这里面虽然我讲了有一些高低点 那你可能这里的价差这么大 只是 它中间有一些空点跟补点 反弹了空点跟补点的话 你可能需要我的指导 所以这份资料 我免费今天 你在过年期间看到这个节目的 我免费让你来索取 尤其是你想要在洋年 赚大钱的 五星上将 你绝对不要错过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谁输了赛 我是物流专家 让全球热爱MIT产品 我们很好 非常好 我是Dr.Beauty 让世界都变美 我是Happy达人 让香蕉皮变成抗热力保健食品 自由经济适合区才是台湾的潮 既在地又有竞争力 一起炒吧 洋洋得意过好年 财云广进满荷包 不得头部敬祝大家 洋年行运大转涨停 新春不打洋 红盘三连标 就付基本费 标股带回家 八大财专线 0800-555-808 0800-555-808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头顾 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000-2578-3000 最用心的头顾 顾得头顾 双捷运精品饭店宅 台北时尚 男士角捷运站旁